中国体坛最逆天的抗韩明场面 第二名周扬 以一滴气突破韩国选手的团团包围 最后两圈极限反超 打碎韩国队的夺冠梦 终结韩国队统治多年的冰场 提起短道速发 可能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大魔王王猛 他凭借着一己之力 将女子短道速发500米带进了43秒大关 和王猛不同 周扬也许没有那么多的天赋 但是他同样刻苦 同样可以在祖国需要夺冠的时候站出来 这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女子1500米的最终决赛 我国最有可能夺冠的种子选手 冰场上的大魔王王猛 因为被判犯规无言决赛 所有的重弹都落在周扬一个人的肩膀上 可他要面对的却是喜欢包家的韩国队 面对这样的情况 周扬在比赛一开始就努力挣先 想要远离韩国队的包家 奈何韩国队的选手就像是狗皮膏药一样 怎么都甩不掉 八名选手都表现出了对冠军极致的渴望 甚至不惜搞小手段 周扬在比赛的过程中 还被美国选手推散 滑行路线受到了改变 此时韩国选手一马当先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韩国队夺冠的时候 周扬两圈拼命加速 极限反超 在如此逆风的情况下逆转了比赛的结果 全场的观众起立欢呼 周扬和场边的王翁紧紧拥抱 从此短道速滑1500米的比赛江山一主 周扬不仅实现了决地翻盘 并且还书新了冬奥会的世界记录 还用十几行动向全世界生命 中国队依旧可以在冰场上称雄称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